今天呢就由我来带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绿化喷洒车的操作使用方法 在灌堤内部呢加满了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下面的操作呢 上车以后呢第一步呢先将车辆给启动 搅轻采离合器将取离器开关给打开 然后搅缓慢的松开离合器 这样的话水泵就自动启动了 然后冲洒方式呢我们根据这个开关进行操作 在操作之前呢我们先确保气动球阀的气压控制在2到0.8以内 这里可以调节气压根据现在需要的功能进行 前喷 侧冲 后撒 当我们需要在后方进行左右喷水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将这两侧的开关给打开 它后方的黄色箭头就会闪 中间这个开关呢则是一个音乐警报 驾驶室内部呢操作的是前喷侧洒 以及后方的左右两侧的洒水功能 然后我们来到后方来看一下高压水箱 及后方的左右喷洒是如何操作的 在取离器打开的前提下呢我们只需要将这个蓝色的把手打开 它就可以自动进行一个冲洒功能了 高压水箱呢也是通过这个蓝色的阀门进行打开 打开之后呢它就可以自动进行一个冲洒功能 水箱头的旋转是可以调节水压 也就是喷射的距离 这便是我们这款实力方的绿化喷洒车的一些操作的说明 我们下期见